哈里斯之前当拜登的副总统的时候过于高调 乃至于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面 几乎是被拜登所血肠 在国际事务国际事务 基本不让他发表公开的声音 最后哈里斯被拜登派去领导一个专业工作小组 去美貌边境研究美貌问题去了 当然这个也是美国大选的一个议题之一了 但是这个教训未来TWords会不会激取 这我们非常关键 一要考察两人的个人关系 而要考察两人的性格和政治立场 化学成分是不是磨合 接下来各位大家好 我们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哈里斯奴旗地宣布了他副首人选 但是人选本身稍有令人意外 之前很多人都猜测了他可能会选 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夏皮罗 但是他最后帮了一下选的是 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tts 沃尔兹 好下面几分钟我们来这个重点评论一下 为什么没有选夏皮罗 而是选了沃尔兹 夏皮罗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原来是几个人当中呼声最高的 但是他一个重大的一个争议点 可能他的犹太背景 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 而且全力以赴的力挺的以色列 而以色列最近在美国国内的 政治舆论环境当中 显然是比较分裂的 所以如果说你选他 你肯定要拿到犹太社团的选票 但是你有可能会丢掉了其他 草根 中下层 同情巴勒斯坦 或者至少不那么同情 支持巴勒斯坦人们的选票 这两项虾比 数多数少 我想一般从直觉都能感受出来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哈里斯的主要考量之一 另外当然从政治立场啊 从他的价值观方面 可能有所考虑 虽然是明利苏拉州的州长 但本身在美国 他们就national level 在美国的全国层面上 并不是很著名的 Tim Walls 那么Walls这个人呢 是被特朗普 包括被共和党的一些 极端的人士称为 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而且他跟中国的渊源 比较深厚 为人也比较低调 这也难怪 刚才我说 他在美国的全国层面上 殖民度不高的原因 那么可能是哈里斯到 有可能啊 到最后一刻 才选定了Tim Walls 因为最后他的相对 用特朗普的话来说 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倾向 可能相对的还能够保住 不但是民主党里面的基本盘 同时还能保住 这个哈里斯赖衣衣衷的 那些中下层草根 而且Tim Walls本身 他是一个白人 因为哈里斯自己本人是 有色人种 那么本身他对中下层的选民 有很强的吸引能力 但是与此同时 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 哈里斯也不能光是吸引有色人种 必须吸引这个中下层啊 他也必须吸引高端的 吸引中产阶级 尤其是吸引 纯白人的美国选民 而在这方面呢 曾经担任过中学老师 同时呢 又到过中国 为人又比较低调 同时又是白人 各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瑕疵的 Tim Walls就在他的眼睛里的选择的对象 我想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好 下面第二个问题 Waltz本身和哈里斯两个人 熟不熟 熟到什么程度 因为之所以要考虑 他们两个熟到什么程度 倒并不是在人际关系上做文章 而是考虑未来的Tim Walls 在哈里斯的团队当中 无论是在选前选后 甚至就任以后 如果说能够当选的话 能够作为副总统的Tim Walls 能够对哈里斯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很关键 因为哈里斯之前 当拜登的副总统的时候 过于高调 乃至于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面 几乎是被拜登所雪藏 在国际事务 基本不让他发表公开的声音 最后哈里斯被拜登派去 领导一个专业工作小组 去美貌边境 研究美貌问题去了 当然这个也是 美国大选的一个议题之一了 但是这个教训 未来Tim Walls会不会激去 这我们非常关键 一要考察两人的个人关系 二要考察两人的性格和政治立场 化学成分是不是磨合 这个问题 述我直言 目前我无法向大家提供 但是我和我的团队的未来 一定会深挖 重究 同时在第一次业 和大家做出前三次的分析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这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